我们如果要做,就是你已经把程式写好了 但是程式写完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程式太长了,可能会就比较向左右移动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让它换行变两行的话 那特别注意啊,你这个时候不能够说随便 假设你想说在这边按一个Enter看看如果可以 如果你按Enter,你把它移开 它会出现这个啦,什么编译错误,必须什么什么 陈述式,什么结尾 那表示它不允许你这样做 所以怎么办,假如说你有一行 可是你要变两行的话,它有一个规则 你要在哪里呢,我习惯是会找到其中一个Enter 的后面这个空白 它有前面空白跟后面空白 你就在后面这个空白 加一个底线 它多一个动作,底线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按Enter 也就是说它用这个底线当成是衔接下一行的一个有点像连接器 这个时候你移开的话,它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所以这边,我的习惯是会在可能空,这个Enter的串接符号的后面这个吧 我的习惯,当然你不一定要只能够在后面的空白 只要空白加底线都可以 加一个底线,这时候你就可以折行了 那你就不需要把那个拉那么宽的,你保持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后如果你做完之后呢,你希望把它变成,只要是Sub 除了可以在这边执行之外 在这边点击它,这边执行之外 你还可以变成什么,两个按钮 那按钮的做法,我这边有了 如果我可以把它先把它delete掉的话 就是按这个delete 做法特别至于,一,在开发人员上面有个插入 表单控制向这边有个按钮 OK,就是这边位置点下去 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实质,有点像绘图软体一样 Photoshop一样,按住不要放,往右下角拖拉,放开 这个时候呢,它会问你说,你的聚集名称,实际上就是Sub 就是那个副程式,那我们刚有写两个,门号 那这个时候,请你把这个门号两个字复制一下 按个确定,那为什么要复制呢? 因为你可以把名称delete掉之后,贴上就可以了 这时候其实就少打两个字而已 但你这时候你要打门号两个字也可以 因为我是觉得,有时候要打字,还不如复制贴上比较快 所以你要自己打也OK 按右键哦,它会有一个什么 那如果你要再编辑的话,记得是右键才能够编辑 那再来就是换下一个按钮,门号 不过你会发现,清除嘛 下一个按钮呢,你会发现,它一样可以做清除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你怎么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这个贴上,那这两个按钮不一样大 那你要怎么调整? 其实你可以按右键,这边有个空点,可以再拉大 再拉小,不过其实很难拉到一样大 所以我的习惯上这样 对,用这个,这个原来按右键,复制 点这边一下,贴上 用这个来改,它就会一样大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当然你如果要,直立要这样慢慢拉也可以 不过很花时间,我是建议你复制上面这一个 那怎么改?按右键,一样指定锯集 指定锯集里面就会有一个清除 你就把这个清除两个字复制起来 点这边一下,delse,贴上 这样就OK了,你可以try一下,清除,门号 这样就OK了 那当然这个是按钮 不过之前有同学问了另外一个 老师,可是我不希望让人家知道 像老板,我不想让老板知道我已经会写VBA了 所以你可以用另外招 就是你可以不要用这个 假如这个,让人家删掉的话 就是按右键 那你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插入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插入图案 那比如说你可以假装一个笑脸,放旁边 这个笑脸的话,你可以变化它的颜色 这个地方,按右键这边一样指定锯集 门号,OK 或者是说你插入这个,这边有个 用XX这个,表示清楚好了 那你可以换个颜色 按右键,指定锯集,清除 有没有,那当然你可以移过来 下班前,再按它一下 有没有,然后清除 OK,这样就没有人知道说你会用VBA了 而且记得你平常,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的同事 它开发人员是不是已经打开了 如果它已经打开了 那显见它应该会用到这个功能 不然的话,它没事,不会打开开发人员 所以办公室,你可以稍微瞄一下 因为每天一定会用XX,OK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以用很多种方法 那我刚刚特别讲,一用这个 二的话,你可以用插入 这边有个图,其实你可以用图片也可以 在图上面,按右键 一样会出现指定锯集 所以你只要把Sub写好 都可以透过很多方法,可以让它直行 OK,好,那这个地方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因为是第一次上课 第一周,那原则上当然我们还是已经开始进入到VBA的领域 不过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非常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你要特别了解,这个就是一个专业技能 它不可能,当然它会有价值 是因为它其实学习的曲线还蛮长的 而且甚至有些人是真的翻了很多书 不见得还不得其门而入很多 因为仿英的书籍就跟你讲一个原理原则 如何做,它没有讲得很清楚 而且每一本书即便讲也讲得都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写作的方法 像我有我自己的一套逻辑 那我的写法的话,物求越简单越好 程式越少越好 那逻辑呢,越直觉越好 所以我写出来的程式绝对是跟别人不一样 云端上面的每一行程式都是我自己写的 有原创性喔 OK,所以你看别人写的啊 写的拉一拉扎一大堆 那我写的很精简 原则逻辑都跟我们前面的一模一样 所以你只要按照这些方式来做 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喔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我会把那个录影的部分 一样会 如果你有留mail,我会寄给你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留到mail,没关系 你可以那个 我们云端上有个论坛加入的连结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再加入那个论坛也可以 可以喔